阁淫第青梗 说窒息的长短 中间 所以,大摩长生有一段非常精彩,他都引用佛说得好。 他说,你怎么认识他? 他说,有几个比喻,洪尚师傅那里有吧,你有。 第一个比喻,是火自然,光也强远,生日后面也短。 他说,呼吸有个比方,第一个比喻,换句话懂,你身体精神有关,你身体精神好,他呼吸来往日,自然是强的。 等于一个火烧去,你刚刚拿,我们爹拿着我这个火光,刚拿出来这个火也是强的,那就快要点完,你身体是强的。 第一个,你可以承认自己身体。所以呼吸常在内容是这样。 第二个,他比喻,他都应用佛的比喻,很厉害。 寄生井,在北,在打个水井,这个水井很深,这个绳子要放得很长,你就把它抽上来。 这个整体,这个整体,城市当然短,辅助了,这个比方。 城北要你去体会。 第三个比方,佛说,等于拉弓射箭,我们拿手枪,不倒是枪法很好,打个手枪。 墙法,强法,射这个射程的力量。戒,射得高,射得远。很快,有时候感受到呼吸。 譬如我们给人家那个大将的时候,那个气是很猛的,这个气。 可是力气没有了,烟套他那一点没有了。 所以他是抢两戒,是说你体会活。 第四个比喻,一用佛的缺旋了,拿个绳子,跌个后把,你把它转动。 能转,能转。 这个是这样能转。力量大,转得快。 也可以转得很长,大表样可以很长。 你力量称得就很短,等于你身体的健康关系都要关系。 第五个比喻,比如山顶的船船一样,都是很胡说的。 三残,二残,二残,无形实战,设置一、四、四类系统。 大祖,大祖,在那出残,到二残的境界。 有没有复习? 我问你们,你们两个博士, 北国玄庄法师的巴士规矩中没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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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想得起来吗? 没有关系啊,博士。 有生三个地均。 好,人博士,孩子博士,曾博士。 他是入定的时候,二残,到初残,二残。 眼睛,耳朵,头脑到内清除,身体感觉。 呼吸痛了,差不多了。 是鼻息,鼻根的鼻息, 等嘴巴的身位,鼻住了。 不动了,没有吃东西。 所以,在初残,到二残干的。 这两个干的身上,二地均。 只有眼死,眼死,耳朵,生死在。 好了。 这里也告诉我,像山灯传阳。 所以到了二残的无城无事, 王爷一点不动了。 可是你知识还在啊? 王爷是王爷,知识是知识哦。 两个差别要分开啊。 所以,要是等了平民的勇工以外, 打造入定,什么都不知道叫定。 我说你去,何必修这个呢? 你吃安眠药了。 最好睡觉不是没有忘年了吗? 要自信清静一念,不升全体现。 但是,要搞清楚哦。 这里差别一点点差得远了。 所以讲,山灯传。 无神无事,念头不动了。 家念王。 清明自在,可到势力。 不许,不许就断了。 是吧? 福悠说,在山灯上发跃地, 你到这个青海,天山,新疆的高原, 看那个黄河发跃地流水很细的一点点, 很多疼一疼一疼是转转而流。 很坏也很清漫漫的。 后面集中去了,被人恍惚。 滚得下来。 他三等的全是要呼吸到哪? 长短之间,你要看清楚。 只要五个要六个比喻, 第六个比喻,他要强上运动家。 对吧? 比如一个人,挑重的东西, 挑起走路,快步走, 挑重的,那个呼吸很细的。 这个,到了挑道, 那个人的这个弹子慢慢挑, 快要到了。 哎呦,前面目标就慢,对吧? 轻松慢慢挑,那个呼吸就短了。 好。 譬如,这个里头包含一个跑步, 就这样跑步。 挑重的东西,呼吸, 嗯,要不长长。 要慢慢地, 如果挑重的人, 懂到方法怎么转个肩膀, 快点换过来休息, 呼吸,呼吸有长也可以别短。 这个中间, 运动家拉弓射戒也是一样, 射得远,射得正。 呼吸有所力量出来的,出来正。 这个呼吸的戏, 大木战争很难看啊, 也是正。 南北朝的文章, 所以你看不懂。 太阳五年句子, 你说你古代怎么用这个文章呢? 哪个流行是这个文章啊? 哪个手的白话? 读书上都知道啊, 不读书不知道。 现在看了, 所以你不懂魏晋的文章, 不懂汉文, 你不要探文章了。 他那个时候写的, 他在那个时候把佛经翻译, 翻译这个很难翻啊, 所以翻得很清楚了。 就刚才讲, 比喻都懂了, 知识以强断。 现在不是跟你谈理论啊, 叫你们听了, 慢慢体会去做功夫。 那么这每一步功夫, 懂身体的变化行李, 规划关系都有关系, 假定你是这样用功, 现在转到行李, 你慢慢发现自己, 怎么自己, 若是把这个忘年那么多啊, 就发现自己不好的形式那么坏啊, 贪嗔痴脉, 一样一样都看得很清楚, 自然自然都清理了, 慢慢就像道德清明的正在了。 谁讲到这还没有完啊, 十六代性子开始, 了解吗? 听懂了吧? 其实就功夫的状态, 不是吹的哦。 所以我看到你们, 四年很好, 数文很大, 周冷周四。 哦,哎呀, 我知道了, 他又拿跌个针, 叫我一下。 财大气粗, 都是财产的财, 数文好拉的, 见概高拉的, 都看不起别人, 有了钱跟我傲慢起来四年, 一个圈子把他踢出去, 还够不上资格。 啊, 子子后能说手呀, 学生这一步就去, 打着功夫, 你以为简单? 呼吸法, 听懂了一点吗? 我不是在骂人哦, 不过我心里急啊, 要你们搞清楚。 修任何念乎法吗? 修美中啊, 修什么? 你不开车。 这是全正功夫。 一切不能麻烦。 一点不能麻烦。 所以后世产产的很多, 误导的很多, 你就不要叫我了, 我再拿你的时间。 呵呵呵, 小伙, 不要叫。 嗯, 真了。 所以道家的修法, 我有一篇, 洪杨师带来没有, 南宗道家的那个, 第五代祖师, 徐道光的故事。 你听听, 反对陈宗啊, 到宋朝的。 宋朝的道家, 道, 不是道教了, 南宗的祖师, 道家南宗, 不是, 北宗啊, 就是元朝队, 秋长冲这一派的北宗啊。 南宗, 一将双修, 一将单修。 那, 放给你本来看, 我也要一张, 我再来要。 嗯。 好。 要专修。 好。 这个我当年, 开始第一天给你们到过, 在上海, 邪地安, 十两家的场所里, 都看到过。 后来修禅宗以后, 这以后再去走。 也同时想起他, 也同时想起他, 讲面图快啊, 气快。 我跟着大家念念啊, 讲讲, 你们有些网友都看懂了。 就是, 这个, 知学真人, 就是神学, 道家清真人, 名习, 是道远, 亦是道光。 随人贵的学, 他本名在家姓随, 随人贵陕西人。 职业生命习, 学习, 是道远, 因此学道光。 陕西极酒塞人业。 陕西就没有极酒塞, 红大墙了, 宝基那里极酒塞。 昌尾生, 他出家做活上。 这个, 迎游到长安, 出产中, 掺花头, 掺堪月世的江老, 收月, 大产士。 也, 这位产士叫他掺一个什么花头, 不是念佛是谁呀, 你服侍水子,明朝以后清朝来的,没有出息了 叫大家道业音乐 这名尊这声,眼尊就眼尊,道业 跟眼尊看光也有关系 经济未明是我后面最影响 为什么人睡着了,无门无想到哪里去了? 我现在给他注册一下 他当时不讲这些鬼话,什么无门无想 为什么百天清醒,夜里不知道了 但经济未明是如何没有影响 就是插这个话头 又,他也插话头了 插开户了,没有人不知道 又,插生,有个和尚叫做如反 问,如或是超乎越厥 插中是超乎越厥 你服就无的路都不算 你服都去掉 明生这声超乎越厥 他说如反,闪失高少 这个馒头是圆圆的 这就是唱这种大话 服饼,馒头就是圆圆的,圆头头头的 这些话头,这讲是什么话? 是他的道具参名师 参圣有年,好多年用功 有一天,门举稿有声,听到打举稿的声 精髓打紧的那个俘虏牵动,咯咯咯咯咯 一下开户了,就送了自己写开户的节证 就是,家家相聪相法师啊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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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嘎相聪相法师 不从他得何然自身本来清净 他明白了 结果说成五身处 对了五身法人,就是菩萨成佛 尽得你是五徒子 实际相面,你爸做的那个社会跳舞 不知道讲什么关系 这是禅宗 他都懂了 然后回出来叫这两位老师 禅宗的大师 两位大师好安的开悟了 二老染子 而是 邓悟无上避免圆明发药 对禅宗的名声戒声 法声见的空声 那书密宗讲见到了空声 季风声说 中学戒通 智慧打开了 汗了会随 口都约火 季风的随都把它困不住了 道理啊,都通的 中手该通,中日禅宗的内容 数字教里一切正典两样都行 否定也行 那禅宗呢? 九年,已经很多年了 一日有一天 访问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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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别人中日学乎 不过是谈谈说到 常未了 常 上未了手啊 有一天不在一想 这不对啊 我明白这个道理 也见到空声了 这不过见到了法声的事情 崩提道理明白了 这个肉声,抱声一切没有转啊 省通妙用,圆妙啊 他是这 产生木乱 是这一别的事嘛 一半嘛 重乱重乱 他道理修问 滔滔不转有什么用啊 不过是谈彩论到 不切得 认为说到不切得 至于有志正待寿命之道 寿命对付身体了 认为了 确立参访 到处教命师 什么样宋朝的年代 你查一下 并许那一年冬天 你迷写得服侍 这个迷写也在陕西吧 就在高极的前面 就在高极的前面 这个 他的妙子 私女行灵道人师太 号教得之 是道家的 并不一定是道士 修道家的 修审舍并不一定做道士 道家的 要性灵道人 师太师得之 审舍 他碰到他的妙子 他也不晓得 十年八十五亿 这个老道八十五了 落法之业 一时封任 八十五岁 头发黑的 欲法 法律 黑的法律 法清 就业 后 面孔嫩嫩 小孩这样 粉红粉红面孔 头发黑黑的 夜市 那个时候没有叠灯 这个亲友的灯 封衣服 老豆子自己封衣服 另个地方记载 他不是当面看到 他住来盖 被封盖 盖 盖 盖盖 盖盖 看这个老豆子干什么 哎哟 原来它在皱衣服 你看这个人不懂 我之前没想,只是做一段,心情也很奇怪 那么大年纪也真不坏,身体那么好 我去江彭所诗之文,就是《武征篇》,江泽阳的《武征篇》,这个《武道家》的,也包括《禅宗》,有吗? 《诗》,书来诗诗人,《武征篇》,你怎么问他?他是我的师父啊 说江泽阳,因你这个,他说怎么是你的师父,他就告诉他 凭属先生,救命不断,他说,《诗与寝度,女仪人,受与丹法》 大嘴,叫他列强生不老的,顾名用情,后人王传和贴产,修土地修错了 爱曲鸟的头地收给他,自己说得罚了,到处缺鸟啊,做坏事 这个顾出,头地乱收小生,这顾背在师父身上,向帖在罚他 碰了案子了,出凤州太守怒,犯了罚了,下面头地出事了,所生出事 切死到老师,按一事做拳,上面判下来刑法,把他脸上刺手了,就是打了黑的硬,是水火转上,脸上刺手了,喘经有风筝,送到下方,到别镇去了。 会,刚好碰到贴大学,与附送在菊英州城市,两个警察把他押在下方,犯了,他被人犯了,将争了,赢走了。 所以,我去在城市中,这个使征人告他,我呢,也在这个乡下,旅过来碰到,下雪的,是要同时回应, 哎,算了,你说,很辛苦,下方的犯了,两个警察压到你,一起来,喝酒吧。 他说,老师,你犯了,说没这样,怎么下方的,忘记过,就拒一告,就给其日错了。 那么,这个江志亚尽量是,哎,我是受土地之害,全倒全错了,被害。 他说,我就说了,坟守古人爷,那别的书记是我的老朋友,小同学,感情好得很,那去相遇你。 他说,我东西到冰州去,一届,国民,像老同学,书记讲,这个犯人,冤枉,没有事,就把他免了,报到以后,就放了。 所以,江争人平手带着,此恩不报,其人也在,要报他的恩。 其武师手机,江争人平手说,我,当时师父告诉我,要在家,在江,脱所在,方看,受到,自治愿。 我,当时师父告诉我,就说,你不要预备,劝给别人。 将来有人,把你捆搞起来,说,你宰头了的那个人,你再劝给他。 我说,过来你帮我,没有事,之间之能,也说,劝给他。 还好,现在你认识我来,我就担法传给你。 此刻一直修炼疫情道,这个,你可以,要是成功,举身成就。 我说,我与再败受父作业。 那么他把这个,给师父认识这一段故事,讲给他听。 学到光,听到一问,子女,就归他了。 他,拜他为师,激发生,激手皈依,请纪念大袋。 叫他全给他修行。 修持的方法,午后,真专修了。 得知虚口诀受识。 这位正亮老师通通叫乞丐子。 他真修行啊,要找个护法。 有权利的,是宋朝律师扣签之。 不,扣种这项。 他家里两个道人,一个户人是他供养,住在他家里。 宋朝的社会,你看了,水浮转。 这个社会竞争的,很乱的。 他必须要举功外户,有权利,有钱,有权在手上,就复法。 否则你各种的,毁谤你的。 可处要通度大义,义又得又利在头子。 你找个大复法,好好被管专手。 这些,只请生天理。 否则,只请生天理。 不穿河上衣,还手去了。 穿个普通衣服。 不穿河上衣,头上随便包一块东西,随便穿个蓝衣服。 到了京师,行。 越高当时,到上海,到北京叫有权的,有权的。 混书五光,不讲修道,不给人家看出来。 方了此事。 我说,再把这一遍试证办好。 学道成后一单法咒称南车虚。 称南是,余禅自称,统统的南方人。 这个白玉禅,就是在附近跟周西俩在一起的。 在五亿山。 这是白玉禅,五亿山。 这些,统统南方呢,至于这几代。 所以叫南中,并滋养向一共五代, 所谓南中无主人。 有这个故事。 就这个路线的。 午后取收这个路线来。 这是另外的午后取收。 不是一律的。 有这个事情。 所以也是你们知道。 我们明天再讨论下去。 好啊。 好啊。 今天就散会了。 可以休息了。 try. 等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